好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蓝轩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五 跟着蓝轩乐生活的单元 好 那我们先前的话呢 才跟大家聊过有关于台南 这个二空的凉面 真的就光是凉面就讲了一集 因为真的是凉面虽然很简单 但是好吃的话真的很好吃 然后又减 就是说在夏天又很适合嘛 那今天的话呢还是台南 还是我的老家 但台南有另外一宝 那是拭目于 可能大家更耳熟难详 但我们今天特别要聊的就是 拭目于可以拿来做什么 怎么做呢 一般来说的话呢 大家对于拭目于就什么干煎呢 或者说萨白鸡腾 对不对 比较常是这个样子 到台南如果去小吃的话 但事实上呢 拭目于还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而且呢除了在家里面的餐桌上 现在有更多的一些便利包 所以我们今天呢 邀请到现场来的 就是呢 日方真传的行销总监 也是他的第二代的接班人 上次我们跟他聊过 他回家接班的故事 那事实上呢 有关于拭目于的故事 在他们手上呢 经过很多的创新跟研发 是真的 有越来越多的 把拭目于发扬光大的 那么一个更健康的故事 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欢迎吴玉萍 哈喽玉萍早 萨姐你好 对 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想到拭目于 我还跟玉萍说 那我们来准备一些东西好了 结果呢 我们现在桌上 哇 琳琅满目 尤其是呢 可能没有在我们录音室的 就比较难去感受到 你只能可以 可以看得到的部分 闻 我现在这个 本来早上没吃东西的 现在好饿好饿 我刚才忍不住 偷吃一口 米鸡 对 这个米糕真的还蛮特别的 然后我本来在想说 我们要来聊湿木鱼 怎么会有米鸽呢 所以我本来以为说里面的这个肉是鱼肉 后来发现不是 是鸡肉 对 所以这要讲到你们另外一个 其实当初我会认识玉萍 最主要是他们另外一个很好吃的产品 我过年的时候会买回家 是那个那叫什么 米鸡 米鸡汤对不对 对 我们叫米鸡汤 我们叫 对我们就叫米鸡 但是因为我们里面放的海鲜料不一样 所以我们有北极贝米鸡包一米鸡 对对对对 海螺米鸡这样子 前两种我都吃过 真的是很好吃 尤其那个里面鸡里面包成那个糯米 然后这个暖糯的 然后这个把它弄开来之后呢 还流进汤里面 对 然后就变得有点像是一个稀饭的概念 对 对它就有点像 你知道台南我们有吃米鸡 有有有 可是米鸡是甜的啊 对那个是甜的 但是口感是 有点像有点像有点像 然后因为它的糯米是放到鸡腹里面 它会吸第一个吸到鸡汁 是 鸡高汤鸡汁第一个被它吸饱 没错 然后鸡汤里面有糯米香 糯米甜 对 所以其实那一锅鸡 我自己觉得那个精华就是糯米 对对对 是真的很好吃 对对 而且一一开始早期我第一次吃过这样的料理 好像是韩国 韩国对 韩国很流行高丽生鸡 对对对对 但是它的人生鸡 它做出来的风味跟 对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 它的糯米 就我我第一次印象觉得好特别是这样 原来肚子里面是放糯米 但是它吃起来没有你们的那么的 Juicy的感觉 对因为我们 我们我们的糯米其实有特别选我们的米是请台南那个老的米店的老板帮我们特别选 然后他会因为每一年的出出产的不管是白米还是糯米也好它的状况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会请他帮我们选品种以外还有什么时间出的米先请他帮我们留下来 那糯米还有我们还有混合长糯米跟圆糯米 对因为长糯米跟圆糯米特性不一样 对长的比较有口感 但是圆的它比较比较有那个粘性 粘性 对那这个这个混合进去之后我们米也放的比较多比较扎实 所以它吸饱了那个汤汁 跟韩国的我感觉它是米比较少 它没有它像它散了就像粥一样 但是我们是像糯米饭 但你如果把它放散了放到汤里面的话 它也可以变成糯米鸡粥 对然后那个鸡还很厉害除了这个米以外 就是它鸡肉也不柴 对啊对啊是啊是啊 真的是很好吃 所以现在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米哥 就是你们从原本的那个米哥延伸出来的 延伸出来的对因为我们家本来就很爱吃米哥 就是小时候妈妈本来就是会 它是这样的它是把糯米跟高汤 然后它切那个鸡之后直接放到米一起煮 然后那个米就吸饱了汤汁跟鸡汁 所以它的味它的口感会比较软 对比较有点像我们在说北部种南部种南部种的糯米就比较软 比较薄水它是用它是用鲜好它们是不是先炒 我们一样我记得我们一样会炒米 但是差异比较大是台南一般是用撒的 在在那个大锅里面用水煮的 是啊是是是是 然后北部好像用蒸的比较多 对所以我们南部的比较多吸满的那个汤汁之后 它的水分比较多所以你吃起来比较黏 对然后北部的会比较我们自己会觉得像油饭 对啊像我们做出来的这个米糕啊 它其实就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有鸡高汤 然后我们用我们家特选的鸡 我们自己有一款我们叫我们爱到叫它蒸鑽鸡 蒸鑽的蒸鑽鸡 我们用这个鸡去放在米糕里面 所以它吸到的那个鸡油 它出来的鸡油吸进去的味道会更香 然后精华就是麻油鸡米糕嘛 就是麻油跟辣姜 我刚吃我觉得最好是它的麻油就是那个姜啦 姜通常都要煸过嘛对不对 那要煸过要到有点恰恰的感觉 对对 所以它就还在里面这个是真的很好吃 对那它在做其实是分开 因为以一般对工厂可能会觉得 你把所有的料都丢进去然后去煮一煮就可以 可是我们是我们毕竟还是做那种 外汇起家的 我们是供应给师傅的 所以我们那个步骤会不行 今天要煸过才会香 可是我以为说要煸过 然后是要现场吃 你还会吃到那个煸过的感觉 那为什么已经变成了 对复热了还会有那个有点点 说不出来那种有点焦焦的恰恰的味道还在里面 我觉得它是跟加工的设备有关系 因为我们在冷冻过程里面你很快速的冷却冷冻了以后 它其实比较能保留你刚煮好那个状态 是这样的 叫急速冷冻就是 对对对 冷冻的过程 因为冷冻的概念是你怎么样让它在最短的时间 缩短那个冷冻时间 它就会更接近原味 对 如果说我们在冷冻过程 比如说我们冷冻能力不足 冷冻有分零下急速冷冻 你急速冷冻像我们家的是可以到零下三四十度 那你到零下三四十度的冷冻速度 跟零下十八度的冷冻速度那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也许我们在两三个小时之内 我每一包就可以冻结完成 跟我一包如果要花一个晚上 十二小时之后才能冻结完成的 那个状态会不一样 会不一样 会不一样 哦原来这样子 那步骤那么细腻 还有 对因为我们是在做冷冻产品 所以在 呃我们譬如说 肌肉拼过 然后我们的 嗯 这个都煮好之后 它再多快的时间冷却下来是很重要的事情 嗯 如果说我们没有快速冷却的话 它很容易在过程当中 嗯 就滋生细菌然后就坏掉 哦是这样的 对这个反而是食品加工的 嗯 技术层面这一块 嗯 那如果是风味这一块 就是我们去选麻油 选姜 选米 嗯 自己选了我们的鸡肉熬高汤 嗯 哦这样子 就是纯的黑芝麻油 嗯 但是我们自己的产量毕竟有限 可是那个味道已经在我们记忆里面 嗯 所以我们就一直找找找到真正这种纯台湾的芝麻油 哦 对 就很纯的很很很很 架杠的麻油真的好香哦 很香 嗯真的 差别是很大的 是真的很大 对因为有些它比较没有那么纯的话 价格成本的关系它可能会去对对一些其他的油 哦 哦 那它对了之后风味就不一样嘛 嗯嗯嗯 对然后浓度不一样香气也会不同 哦 这样子 所以 嗯嗯你说 我们等于是复刻记忆里面的味道 对啊 我就想问说你们的记忆味道去 所以你们就是从小就是麻油一定是是是是咕咕的 然后那个姜一定要是拼过的 对 然后糯米一定要有长的有圆的 对 我们喜欢那个口感 哦 是这个样子 所以是真的好吃啊 对 那你们是你们有养鸡吗 还是也就是你们弃作的 呃我们没有我们自己没有养 但是我们去选人家人家供应给我们的鸡 我们是去挑 因为我们家做海鲜 嗯 其实我们家本来也不去碰肉 嗯 对只是说有些厂商他会说我们有好的东西 我知道你们公司很要求品质 嗯嗯 所以让我们试 然后试了之后真的是很爱自己很爱 嗯嗯 就平常我们 不管是煮饭 我我自己煮煎 纯粹煎个鸡腿排 嗯 我就是用我们家的五股鸡腿肉 我就煎而已 嗯嗯 也没有加什么调味料定都是放盐巴 它就好香好甜哦 嗯 对然后这种鸡它的鸡油特别香 嗯 所以我把它放在米糕里面跟米鸡一样的概念 嗯 它吸附了那个鸡的味道 鸡汁鸡油都在里面 真的 嗯 嗯 因为我们中广距离那个松江市场蛮近的嘛 对 松江市场有一摊也是它的鸡肉很 除了在附近邻居都说很好吃 然后它呢 就把那个鸡油滴在它的米粉里面 哇那米粉超好吃的 所以我经常呢 每隔一两个礼拜就会去买个一次 因为那个味道真的是会想念哦 而且那个就是很很天然 对很简单 对对对味道很简单很天然 简单又很鲜美 对对对 这个倒是真的 所以这个这个米糕里面是有这个鸡油滴进去的感觉 对对对对 好我们学学待会来 好回到联讯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这个日份一方真传的行销总监 然后的第二代接班人吴玉萍来聊天啊 我们聊的呢一样的是台南的特产啊 这个施木鱼 那施木鱼的话呢 呃除了施木鱼之后我们刚才讲到有米鸡 因为呢 呃玉萍他们家住在米鸡嘛 对米鸡 米鸡 然后的话呢就哎 开发出一个商品叫米鸡 对对对 那里面又好多都是跟台南有关的特产 我们刚刚讲到什么麻油啦 哦这个等等 哎那然后的话 我们刚才开玩笑讲到因为 广告是忍不住吃了两口 就觉得说 现在不是大家就比较健康的吃法 就是说戒淀粉嘛 所以其实像早上我是 本来也就是因为时间有点匆忙 然后加上刚好就是168 所以我不太吃东西的 但是我发现现在吃这个米糕会破戒 一直吃一直吃 很少就觉得米糕 米糕是会会刷嘴 对对对 会吃太多吧 会不会 我觉得其实 你会这样的 我自己有时候 应该说现在消化比较不好 大部分时间也不太吃淀粉 可是这种东西 这米糕就是会忍不住 真的是 所以我就会告诉自己 如果我需要破戒 或是我有一个进食的额度 我当然要浪费在好的 我想吃的东西 就真的 因为还是不能不吃淀粉 这一点倒是 我们在节目上也跟大家聊过 那就是说 要吃淀粉的时候就吃好的淀粉 好的淀粉 好吃的东西 不然就是我们真的很想吃 这个额度就挪到很爱吃的东西上 这是一个办法 否则是真的很好吃 那这个米糕之外的话呢 我觉得蛮好玩 就是因为我们常讲 三百七没了 所以其实西饭 西饭你们既然会做米糕 你们做西饭 应该也很不错 你们小时候会吃虱目鱼粥吗 对我们家 就是我们家就在台南 米街 米街就是现在的新美街 它的位置就是在赤坎楼 跟国华街中间 现在大家可能知道国华街 那边可能又有闹 你们家在那个地方 对我们家在美食一级战区 然后讲到虱目鱼粥 我们家以前对面有个庙 庙口就是阿公鱼粥 他就在庙口卖粥 所以我们早上经常就是 我跟我哥哥三个人 就是三个小孩去那边吃粥 然后我们很好玩 因为台南的虱目鱼粥 那个是鱼熬高汤出来的 鱼汤都很鲜 我很爱喝汤 我就把汤喝完 然后那个阿公爷爷 我们就会坐在板前 阿公喔 对他就叫阿公 然后他的汤位就是 以前的汤位是我这边 是一个大锅在煮 然后前面有个突出来的位置 像板前那样有块板子 你可以坐在那里 然后他就看我 小妹妹又把汤喝完 他就帮我加汤 所以一直喝一直喝就是了 对对对 所以小时候记忆中的那个味道 就一直在 嗯 然后我们又是在石金旧 现在国华街很多美食 就是从以前石金旧搬过去的 因为那是庙地 有很长一段时间 庙把地收回去 这些美食摊位他们就移走 然后很多都到国华街 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原来我们小时候就是 吃在美食街长大 原来所以呢 对吃还蛮挑剔的 那那个时候的 虱目鱼 粥或者虱目鱼 他们怎么做 哎虱目鱼都是早上 他是活鱼来这边他献杀 然后献杀完他就会去分 以前阿公的咸粥是有骨头的 那个鱼是有刺的 对后来才会 因为大家不知道 虱目鱼的刺怎么吃嘛 所以才慢慢发展出没有刺的 哦你说连 因为一般喝汤就是虱目鱼肚嘛 对 肚是本来就没刺啊 虱目鱼肚 鱼肚是外加的 对他在切鱼的时候 他会把鱼肚取起来 对 然后他的背有一块没有刺的 那个肉也取起来 然后阿公他比较特别是 他是把鱼肉剁成小块 嗯 然后我们在吃的时候 就要把那个鱼翅挑掉 那以前三四十年前 人在上面吃 猫咪在下面吃 啊 你要这样有有有 小时候是这样的 没错 对对对对 对对对 猫喜欢吃鱼骨头 对然后慢慢发展 因为年轻人越来越 不会吃虱目鱼 鱼翅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就是 呃现在的鱼粥 大部分都是用没有骨头的部分 没有刺的部分 哦是这样子 那是被人工挑出来的吗 还是只用没有没有刺的部分 他是只用没有刺的部分 哦这样子 对对 因为他们在他们在切那个鱼的时候 他知道怎么闪掉 哦哦哦哦哦 对猫厉害哦 对对对对 嗯然后其他带带肉带刺的部分 就有点像在熬高汤 他就丢到汤锅里面 沿骨头连鱼下那些肉一起去熬汤 哦这样子 这样出来的鱼汤就才会那么鲜甜 哦是这样子 那拿来 那煮就是用这个鱼汤去煮吗 对对对 你到台南去看 他一定那一锅高汤就是这样熬出来的 嗯嗯嗯 他不是白水调味 那不一样 对 诶那这样的话就跟你们的脆鱼精有点像的感觉 对其实 它的原理都是一样 嗯就是说我们的鱼精是跟低鸡精的概念一样 嗯以前我们是在家就会低鸡精 你就是那一个碗在倒扣在在外呃内锅里面 然后鸡摆上去 你蒸蒸它之后鸡汁就会跑到碗里面 对所以我们真的都有把它收集下来就是 对我们从小其实就在家低鸡精 后来我们就想那鸡都可以 为什么我们自己做海鲜 为什么不能做鱼啊 然后就想台南嘛 就是当然是做虱目鱼啊 是这样子想的 对然后做完之后发现哦 我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不做鱼 因为可能做不好的鱼腥味 所以我们光是做鱼精 就花了三年的时间去克服参数 还有我们呃我们怎么去萃取的条件 让它没有鱼腥味又好喝 嗯嗯嗯 对那这这个时间呃我们萃取完的 就是鱼精啊味道风味都很好 然后我们后来又去发现说哎 这样传统方式做下来的东西 有可能它的普林会太高 嗯所以我们又慢慢的又花了两年的时间 慢慢去调我们制作的参数 因为它没有任何配方就只有鱼 嗯所以我们只能去控制时间温度 哦然后控制到哦这个东西又好喝 然后它的营养成分也足够 然后又不会有一些不好的伤害 哦对对这样子对OK哇 所以就是慢慢慢慢的就不断要去修正 不断去微调对对对哦 好我们学学再回来 好回到来生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 地方征传的行销总监啊 这个玉萍来聊天呃我们刚从米基 从呃这个米糕聊到了呃这个虱目鱼 然后呢虱目鱼粥是很多台南人的记忆 哦也是很多人去台南的话呢 一定不是喝虱目鱼汤去吃虱目鱼粥啦 那你说你们从小都在那个庙口那边吃 那回家你们还会做吗 会回家还会做 因为呃本来虱目鱼取得就很容易 嗯但我们家吃的虱目鱼是吃整尾的 我是从头吃到尾 我可以是整尾的 对对对黏鱼是整尾的 我妈妈最厉害的就是 你这样讲我还没有看过整尾的虱目鱼 整尾的多大啊 整尾差不多一斤左右 但是我们家可以吃到一公斤那么大的 哦真的吗大概有有 这样你吃了有二十几公分 更大一点差不多这么大 OK 对那么大OK 那我们我妈妈的做法 她传统做法是抹盐 嗯然后抹盐之后去蒸 嗯就是我们叫减拼 然后她因为虱目鱼本身 她的鱼肉就蛋白质氨基酸非常丰富 嗯嗯所以你加一点盐巴去蒸之后 它是很回甘的 它其实有一个人参的香味 哦真的吗 对我小时候就问我妈说你加人参吗 说没有就是好的虱目鱼就这个香味 哦所以你做这么简单 就只有抹盐而已啊 对去蒸 对那要不要放姜 我没有没有 因为一般够新鲜的 没错这样讲 因为这样就要去腥味嘛 对对 所以你就是只要新鲜到 姜都不用放 对因为它够新鲜才能这样 因为我们自己 我有姑姑是种芝麻 有姑姑是养鱼 对所以 你们一家 你们一家这样 所以其实你们要做产品的时候很方便 就是很多都是家族里面的人供应材料 也不是应该是说我们家的 我爸妈是乡下来 他们是台南将军乡来的 所以那边很穷嘛 你就不是种地就是养鱼 对 将军乡养鱼的很多 刚好我们从小 对啊我们从小回家 是拿一堆农产品 然后鱼产品 所以我们已经很习惯说 最新鲜的东西是什么味道 然后我们又住在一级美市区 所以这些东西它慢慢养成 我们对吃吃的很简单 然后吃的很原味 所以相对在食材的选择 好像变成我们是很挑剔 可是那是因为我们知道 它原本的味道应该是怎么样 对 学俊挑剔的部分 不是在料理的部分了 料理反而简单 对 但是在源头很挑剔 对 因为我们是一般家庭 一般家庭的料理 我如果食材简单 我随便蒸 我随便煎 我随便把它煮熟了 随煮了 它就好吃 那像粥的话要怎么煮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 有一次是感冒 那感冒很严重 后来一个朋友呢 就很 一个就是 很好的 就像闺蜜一样 她就来我家帮我煮粥 你知道吗 对 我后来发现吃了粥以后 我真的是感冒起码好一半 我没想到就是说 吸收比较好 因为她煮的粥应该 不是本腾是真的粥 哦 我们那次是吃鲁鱼粥 对对对 对因为想修复 就是说她 她的粥 像我们自己做那个 我们的鱼粥 我们叫吹汤粥嘛 嗯 为什么叫吹汤粥 是比如说我们做鱼精 我们有这个概念是 鱼肉的蛋白质经过热 它会分解成氨基酸 嗯 然后我们人体最容易吸收的东西 叫做氨基酸 嗯 我们需要的是蛋白质 但是蛋白质是有很多很多氨基酸 组成的 那我们在吃鱼的时候 我们吸收不了 那么大的分子蛋白质 所以经过消化系统 它会分解成氨基酸 我们再吸收 那我们做鱼精 就是一样概念 它是因为已经 经过分解成氨基酸了 所以吸收很快 那我们的做法就是 煮粥的时候 我把鱼精加进去 然后跟生米一起去 对或者是生米煮粥 粥你用高汤去煮也可以 用白水去煮也可以 煮到最后你把鱼精加进去 嗯 然后让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成分 就吸收在那个粥里面 OK 然后你在吃它的时候 你的吸收就更快 那鱼肉什么做法 鱼肉我自己 施木鱼 如果放鱼肚的话是最后 因为施木鱼很快就熟 这样子吗 对它很快熟 我们煮粥要比较长时间 对 然后我就是粥都滚好了 到最后把鱼肉放进去 那因为你自己在家煮 不管你有没有放鱼精 你只要这个施木鱼肚 一放进去 这个汤就变得很好喝 那这样子 然后你的粥会吸收鱼肚 它出来的现甜味 OK好 所以这最后放了 等于是放了以后 那大概要多久 一两分钟 很快哦 对其实很快 大概一两分钟 应该就可以了 那也不用加别的东西 加盐巴 只要加盐就好了 对加一点盐巴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然后还有一些人会喜欢切一些姜 姜丝 对啊本来就想说 所以还是嘛 对对对 其实我自己不加姜 因为懒惰 哈哈哈 但也觉得好吃就是了 很好吃 因为新鲜的施木鱼 像我们家的施木鱼肚就有特选 有一种叫做老饕 那个老饕就是我们特别去选的 就我说这个鱼 全鱼的时候 居然会有人参味的 哦 它的那种 有一点酸酸的 有一点香 那个安基酸的香气的味道 有点香气 对对对 人参好像是有点香气 老饕是你们帮他取的名字就是了 对因为这个就是 我们家自己人指定要吃这样的 那这种怎么要 所以意思就代表说 不是所有的施木鱼都会有人参味是不是 对其实施木鱼还是有分好吃不好吃 就是这一匙 因为我们怎么挑 我们是一匙一匙挑的 就是我们在做鱼精 或者是买施木鱼之前 要先去拿鱼回来店 那检验的时候 除了实验室的检验以外 我们还要吃 吃看有没有土味啊 味道怎么样 吃到这一批特别好的 就这个做老饕 哦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对对 了解了解 所以就是不同的鱼 而且包括不同的鱼 鱼跟不同的鱼的部位 都可以做不同的产品就是了 对对对对 是这样的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施木鱼粥 实际上你们后来把它做成 有点像是简易 你们那个叫什么 脆汤粥 就可以带着走的就是了 对长温的 一平很好玩 他知道我去爬富士山 他就跟我说 那以后呢 爬富士山可以呢带粥 我想说 富士山怎么带粥啊 所以原来你们是 所以你哥也是带这个去吃啊 对对对 我哥也是跟宣姐 差不多时间去爬富士山 真的吗 我本来以为你们同一团 因为你们po文时间是前后天 真的吗 对对对对 然后 因为他们 他们是带着粥跟脆鱼筋上山的 真的 对那我说你怎么弄 他说不放一口袋啊 然后一定会有暖暖包嘛 因为如果差太大 对 就是跟暖暖包放一起啊 你肚子饿的时候拿出来 撕一小口就慢慢吃 就变热了 哦 是这样的吗 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那你刚讲说 那你们的粥也就是 用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做法就是了 对 但这个粥它比较特别是 我们除了有鱼汤 我们还有鸡高汤 然后加那个 哦 加鸡高汤 还有高丽菜跟洋葱 它是这样的高汤 哦 我们把高汤煮出来之后 再去煮粥 哦 对 所以它里面没有颗粒 所以你带着粥 不管是老人小孩啊 是没有颗粒的那一种 没有颗粒 因为今天主要像 我都想 我不想我自己去定义粥跟脉 我觉得脉都是更 就看不出颗粒感 就很 就香港那种粥的概念 就那种很稠很稠的那样子 对对对对 所以它在 它在吸收会更快 然后 譬如说 我们很多 小孩 最近肠病毒很多 然后他们就说那怎么办 我说你把粥冰起来 因为肠病毒喉咙会痛 它会破会痛 所以你冰起来给它吃冰的 冰的粥啊 对冰的 因为肠病毒的小孩 最痛苦的东西 地方就是他不能 他们 不敢吃东西很痛 所以以前我们小孩 你说说不能吃固体的 去给它吃流脂吃粥 可是它需要营养啊那怎么办 对 那我们就说那你给它喝鱼精 还有还有吃粥 但是粥你不要热的 因为热它吞不下去 它会很痛苦 你给它吃冰的 对 以前我们医生都会说 你给它喝养乐多啊 你给它吃布丁 只要他愿意吃 你就冰冰凉凉凉的 然后顺顺的滑进他的喉咙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们就想 那需要营养的时候 它需要好的营养 好的蛋白质 那就是鱼精配那个我们的粥 但你们的粥里面已经有鱼精 又加油有鸡 有鸡有蔬菜 那这样会不会该补啊 如果再喝鱼精 不会喔 不会它不怕 它不是那种补品 它主要补充的是氨基酸 对对对对 所以应该是补充氨基酸的关系 所以你哥去爬山 带这个也是有道理 对不对 爬山前后 我们都需要那个肌耐力嘛 然后对 因为我们都带一大堆能量棒 就万一万一 对 我们前两天还跟 一起去爬富士山的朋友 那边吃饭聊天 就有一个就是高山症 对 他也是后来他吃了一个 他除了西洋之外 他就吃了一个那种就是 基本上在跑马拉松的那种 对对对 很超甜的能量棒 对对对 那后来他效果就很好 对 我老公他也会去跑半马 然后以前他是去买这种 氨基酸银 我说我们家就有鱼精 他说鱼精可以 说对你就边跑边喝 因为代码好几个小时嘛 是 我说你就去计算嘛 你就前中后段 结果他觉得不错效果很好 对对对对 你这样讲有道理耶 对 所以爬山或是去 运动 运动 然后马拉松 其实带个带个粥 甚至还可以当做一餐去吃了 对不对 对因为富士山你看八个小时到十个小时 然后你的那边的饮食又很简单 你比如说你住山屋 他给你咖喱饭 他不是冷 都冷掉了 对啊是冷的 那如果从身上 没有很好吃 身上暖暖包拿出一包之后这样吃 对啊 有道理耶 有道理 原来是这样子 OK好我们学学再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日方真传的行销总监 第二代的接班员吴玉平来聊天啊 那你自己运动吗 我有一段时间很认真 但现在我荒废了 那你们是怎么想到说那个就是是你哥自己想到的吗 就是带着你们自己的产品去爬富士山跟玉山 对因为最早应该是我出差都带着 因为我经常到处飞 然后要飞很远 所以我都带着就是保持体力最重要的东西 那后来我们 我跟很多朋友分享说有啊 他有朋友是那种跑酷 还有一种那叫什么 在山上跑那叫截兔还是什么 好像就是跑酷啊 就是跑酷啊 对啊就跑酷啊 对你会发现山里面有时候大家都喘个半死了 有人竟然去跑的跑很快 对对对 对他说他们是带着粥跟鱼精在喝的 对 所以你朋友分享回馈给你 是朋友分享 其实我们的产品很多都是朋友分享给我们 因为我刚刚这样越讲越觉得有道理 因为你在山上很不方便的时候 你不太可能 当然你比较讲究一点的话呢 你会过夜的话你就带一些碗筷嘛 但是如果说你在行径中的话 通常为什么能量办法是那种挤的 对 就因为这样子很方便嘛 对 那你说鱼精跟那个粥 你们就是 就是有点像那样子的包装 对 所以就直接撕开来挤了吃就可以了 对 它也很容易撕 就比如说 对不对 你就撕一个斜角 小小的一口一口 这样挤出来吃 这样就可以 对啊对啊对啊 像有些能量棒里面也是交集 对 我一想到我就觉得超甜 对 这个真的超甜 我们跟能量棒的差别就是 能量棒它是添加很多营养素 然后调味 对 所以当你吃习惯天然的东西 对 你会觉得那个味道不太能适应 就有点假假的 就是你会为了能量而去吃它 你要我平常吃我真的是不愿意 但是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很累 然后呢肌肉又酸痛 你又看得到目标走不到的时候 然后你就是硬要吃一口 而且那个甜甜到我觉得 如果所以你这样讲 下次我觉得我可能会带粥 对 因为那个我比较喜欢吃 咸咸的而且比较天然的味道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那它它一方面就是身体拿出来热热的 对啊对啊 然后尤其在山上 因为包括爬玉山也好 爬富士山也好 那种温差是有时候很难以想象 像你夏天去平面还三十几度 是啊是啊是啊 爬上去平面的话 爬上去平面的话 对对对一样有雪 对所以在这种这种状况下 体力的消耗更一般的爬山 消耗的更快 对所以这个补充它在那个时间 你就觉得这个就是在刀口上 补在刀口上 没想到这个可以用在喜欢运动的人身上 对对对对 那户外我觉得户外也是 去露营其实也方便啊 你就对对 就把它挤出来弄个汤 那个汤就很鲜美 露露营的话像露营 很多人现在都弄到很好 锅碗瓢盆啊 其实它它更好做就是说 你不用花时间煮粥 可是你还是可以加其他料 比如说我自己在家如果说 有道理 我想要再切个 比如说我们家有鲍鱼 切个鲍鱼放上去啊 然后或者是煮个 煎个虱目鱼煎一煎 然后放上去也可以 我想到的 可能我印象中想到了台南的鲍鱼 我想到的是那个 芹菜切一些放进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也不错 那个香气可能更好 对对对对对 好所以哇这个不错 所以呢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是粥的部分 再来的话 你有跟我讲到过说 你们的鱼肉去滴 因为我们知道滴鱼 滴的鱼精跟滴的鸡精都一样 滴完之后呢 鸡肉会柴 鱼肉会柴 那这个东西 但你说丢掉又很可惜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后来发现你们也很聪明 你们把它变成鱼松 对 其实虱目鱼 现在都在讲ESG跟权益利用 可是其实它是 回到我们乡下的人 就是节俭 嗯 这明明就是一个 还很好的东西 对 但是它不好吃 它不好像新鲜的鱼 那样还有水分 因为水分被我们递出来了嘛 那怎么办呢 那既然它这么干 不然我们就往鱼松去 嗯就更干 对 其实猪肉松鱼松 都是这样的 这个概念嘛 那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在南部 都记得我们吃的鱼松 好像比较是骑鱼松 对因为在做鱼松的时候 它的骨头很难处理 嗯嗯 那鳍鱼或者是大型鱼啊 它鳍鱼或鱼 它取出来的肉是整片的肉 哦 然后它的水分也比较少 它的油度也会选择比较没有油的 哦 然后在炒制的过程里面就容易干燥 是 所以你大部分看到的可能是鱼松 鳍鱼松 对对对 那虱目鱼松或者是甚至以前有 飞鱼或鱼鳅 这种都有 但是它的麻烦是 你如果是用新鲜的鱼来炒 那个鱼骨头很硬 所以你要手工挑掉 那现在没有人工嘛 所以你会去做这种事 那我们的就很OK 因为我们经过 我们在萃取过程里面 它因为压力跟时间的关系 它的骨头像画骨棉长一样 那真的就已经都散了就是了 对对对对 所以它的钙质其实是更容易释放出来 那我们是用这样的鱼肉跟鱼骨头混在一些鱼肉 再去做鱼松 哦 你这样讲也有道理啊 那反而以前的话 为了做鱼松 你们不要吃到鱼刺 是把骨头挑出来 但是反而这钙质就没有办法 对对对 你吃到可能是蛋白质 可是没有钙质 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这样反而就把它利用进来 就也有钙也有蛋白质 对对对 哦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鱼松它就是有骨头有肉 然后你也会看到它跟 你们好好笑 你们叫做成功鱼松 成功成功 因为我们在赤坎楼嘛 正成功 正成功 一定要成功 对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 OKOK好所以呢 所以这次你们也是一样 今年新创新开发出来的 跟周 都是在今年吗 鱼松比较早 鱼松我们在做鱼精的早期 有多久就做了 就有了 就是要把它运用就是了 所以就是全鱼运用的概念是很 我们算很早就做这种全鱼利用的 因为我们自己怎么说 我们在加工过程里面会用好的原料 可是好的原料你会觉得 可是剩下这些东西它其实还很好 但是如果要我们就这样丢掉 会觉得很浪费 是真的蛮浪费的 对是很浪费 后来就再去做检验啊 发现蛋白质跟钙质都超级高 那想来想去还是把它做干燥会更好 OKOKOK是这样 我们还有一个是直接干燥 抹成粉之后去再添加在 我们接下来会推出饼干 做成饼干的调味粉 OK 成功饼干 成功饼干 然后它 那这个饼干就有虱目鱼的味道 不知道现在虱目鱼都没味道啦 所以不是鱼的味道的饼干就是 那个是零食 就是它是零食点心 但是 但是有养分的 对对对加了 加了一些健康的东西进去 你这样讲突然在想到 以前不是那种鱼骨 你就是讲 以前也有群鱼运用的概念 其实不是运用人身上 所以我其实以前都是鱼骨 摩森粉丑 不是加到什么 动物饲料里面吗 有那种 对但是它的成本 对动物饲料来说 其实还比较高 我们我们其实去接触过这一块 然后发现 原来饲料成本 没有办法用到那么好 是这样子 OK所以还不如弄一弄之后呢 给人吃 也是一种养分 对甚至其实我们 你磨成粉之后 如果你是给宠物加一点点 给它做成钙粉也是可以 对不对 对啊我去想 这个有道理 对对 所以不只是做成鱼松 还可以把它磨成粉 做更多的一些运用 做更多的运用 对 OK我们休息了再回来 好回到蓝薰时经 继续回来现场邀请到的 日方真传的第二代吴玉萍来聊天 所以听一听这样听下来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说 对对台南人来说 这个虱目鱼 可以衍生出这么多的产品 而且那么的方便携带 那另外一个是 从BG这个地方呢 米肌 我真的觉得它有一点点趣味性 有点幽默 就还变得米肌 米肌又是一个一系列的产品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 而且这两个的成分 如果都是好的话 它的应用 像你刚刚讲的 还可以做到饼干 所以你们其实会不断的 往这两个的 等于是生产线的概念 然后不断的往外去推 更新的产品 是这个概念 对因为我们 我们一直在转型 我们从最早是南北货 然后南北货供货对象 就是给外汇厨师 然后后来我们是给饭店师傅 然后再加上我们做外销 那接触的人越来越多 也有做 也有做餐饮业的 也有做零售的 所以甚至我们还有接触到做宠物的 我觉得现在这一块很夯 对 但是它终究在我们的概念里面是 第一个原料 我们在原料采购里面 我们拿到好的原料 我们坚守这个品质 然后再发散出我们喜欢的味道 其实它总回归还是到我们家的味道 家的味道 对 然后从原料跟味道去发展说 好我们在加工技术加工设备里面 因为这个是现代化 只要我们愿意投资就做得到的 然后加上我们在管理慢慢去学习 像早期我自己是学外文的 但是我去学HACCP 然后学ISO 然后我去做 我去鱼市场看或做品馆 这些都是脱离学校之后慢慢学起来 可是把这些东西汇集了之后 然后再慢慢根据市场的不同 比如说我们做零售 我们就觉得好 我们自己饭店吃米糕 家里也可以吃米糕啊 所以我们做一个跟饭店味道一样 但是是小包装方便的 然后比如说鱼精 这就是健康概念的东西 所以我们发展的线 其实没有去规定我们应该怎么做 而是慢慢做 期间发现这个很好玩 就做了 对 OK 对啊 这样听起来真的就是自己也开心 而且你刚才讲说有家的味道 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 是家人吃的安心的东西 对对对 你自己也这样吃 所以就分享给大家 对我常常觉得我们家没有业务 因为其实可能我在外面别人会以为我是做业务行销 但是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业务 比如说我记不得我们家的产品价钱 然后我不太懂怎么去推销 然后逼客人买东西 我很随缘 但是我觉得客人他们就是会发现 你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 你是真的懂我们的需求 然后我们是达到一个供需平衡 他就觉得你是可以合作的对象 对而不是我跟你买这个东西多少钱 对所以我们家的人的特点就是我如果做了这个东西不好吃 我们在开会就说这个很难吃 我怎么买我不会卖我不要 对所以变成就是自己要过得了自己这一关 对对对 过得了自己这一关啊 家人爱然后再来的话呢才可能卖得出去 所以回过头来就变成别人喜欢了 对而且我们家不是广义的说我们家人而已 现在已经到我们同事都已经被我们被我们媚化了 被你们洗脑了 对就是他来公司之后 他可能三个月前觉得外面什么东西都好吃 嗯 然后觉得我们这些人很奇怪很喜欢批评人家很难养 很难养 嘴太叼 对三个月之后我就会开始听到那个同事说 那个外面东西什么东西他不喜欢 我说你以后我们新人来先录音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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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移默化之下他们认识了产品 认识了真正的味道之后 嗯 他们就会喜欢公司的产品 哦 哎你们这个这个点蛮好玩的 可以说进日方真赚钱 然后进日方真赚后 就before and after的概念就是了 有这么大的差别 所以我们也会取笑我们的同事说 你看你以前不是这样讲的 是照这样讲 当你真的吃到了真正的真正的味道 对 天然的味道之后 你就会知道说外面的东西好像餐太多了 有些时候 我们可能不会有太特别的说他怎么样 他怎么样就是我没有很喜欢 大概是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也不觉得我是吃货 可是在别人看会觉得我很挑 那我没有很挑我只是我的养成是这样 嗯 我的味觉习惯是这样 嗯 如果他有加这种不天然的东西 或者是他做了什么很奇怪的添加 嗯 或者是他他不是很和谐的味道 嗯 我只会觉得有点奇怪 怪怪的 我不喜欢 对对对 OK好 所以秉持着不要怪怪的这个理念 对 吃出最天然的对不对 对 好味道 OK好非常谢谢呢 吴依萍到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分享 这个台南很特别的虱目鱼 还有米鸡里面长出来的米漆 谢谢哦 谢谢 嗯拜拜 拜拜 I like I like I like Radio 拜拜 我